捧着艾索 And grab someone come And grab someone to love 好了啊 這個氣氛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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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吹喇叭 我吹 祝你生日 有生之年 有生之年拍得完 也算是不錯了 抓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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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武剛仁 我在有生之年裡面 是演的講廁所叫 高家月 是家裡的長子 有兩個弟弟 高家陽 高家楷 他是一個很... 天真的小孩 調皮的小孩 因為 有小時候的戲 大家會看到 小時候的高家月在 家裡跟兩個弟弟之間的相處 喜翔哥跟妹姐都沒有認真的演過戲過 然後這一次他們演我們的爸媽 我很開心 對戲的時候 喜翔哥跟妹姐有很多的不同 比如說跟喜翔哥在整部戲對下來之後 你就會發現 跟爸爸會有一種態度 然後高家樂對媽媽 又有的是另外一種態度 那是從我們第一天 第一場戲對完之後 就建構出來的東西 我怎麼知道 你躲起來這麼說 我小孩就跟你打死 我跟你打死 那邊哭了第二次了 怎麼了 想到了什麼 只是演得很好 我臨場感太重了 你都記住 你現在好有勁 媽媽喜歡你 活得比我老 你今天坐在這裡有機會 我會看到 看到卡仁哥 像我剛剛卡仁哥 哭我完全不行 我已經哭爆了 高家樂跟高家楊之間的感情很微妙 是一個互相互補的歌詞 天堂 大哥 自己 行你自己幫我 我又跟你說我要一個新床 你有先問過我意見嗎 你看 沒問我意見就買 我喜歡硬的 這個太軟了啦 這個家的大段小老師 從來都是我一個人覺得 因為跟哲熙認識蠻久 因為我們之前拍過一次電影 然後那一次客難 所以 拍戲的時候 那時候沒有很熟 可是後來也是因為拍完的戲 私底下有變多 這一次碰到可能哲熙 然後就自己覺得默契都蠻好的 上戲一下就可以 大概了解彼此的節奏 那是怎樣 早安店小開當上演是 想要繼續做 對 早安店阿伯 早安店爺爺 他把我養大了 我選擇留下來 我手都看成這樣子 我有講什麼嗎 煩死了 這種哥哥 高家月兒這個角色 他 在故事裡面 帶入感比較重 就是 他都在整個故事的流動裡面 他串情 家人之間的樣子 那高家月兒的這個人 也從他們其他人 其他角色的一些 對他的態度 建構出這個人的樣貌 該如何去跟每個家庭成員 去建構出彼此的關係 高家月兒這個人的樣子 就會建立出一些小動作 口頭餐阿 對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 反正就是突然變出來 就是讚讚讚 所以就會很多 這個人在別人面前 產生出來的一種樣貌 可是其實高家月的反面 又在家人沒有看到的時候 會顯露出來 手 grad的 他們很驚訝 第一 构